戴着头灯挺进隧道 眼前车厢挡住路口 救难队只能先爬上车顶 才能救人 好不容易进到隧道 但眼前确实满目疮痍 因为重大伤亡区里的 罹难者遗体都不完整 隧道里面几乎是另外一个世界 光是在一个狭窄空间里 就有1236米紧一销 合力把遗体运送到外面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能救一个是一个 但列车出轨意外 当时撞击力道猛烈 有罹难者当下被抛飞 卡在轨道缝隙 但一销只能摸黑救人 隧道又是密闭空间 抢救难度相当高 其实也是心里也是会有点害怕 因为那个阴影也是会有 因为看到那么严重 真的也是觉得心里也是蛮鼻酸的 救难人员如同闯进人间炼狱 出来之后几乎都会罹患心理创伤 减少过度的暴露在这些风险跟刺激里面 避免内归因或者是提醒他们说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 救难队挺进灾区救人 但对身心的双重冲击 事后也需要被照顾 一是建议身上放些安心小物 或是去户外多做运动 才能够帮助自己早日脱离噩梦 三身吕燕章寻花莲采访不到